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堂课程是由中嘉达胜集团与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合作 尝试规划的媒体试读为课程之一 提供给部分的台北高中学子来进行学习 三个小时的课程除了让学子有机会难得体验VR影音 课程中政大传播学院的教授也播放多部时下很夯的360度影片 让同学欣赏 猜猜看摄影机究竟是放在哪里 是如何拍摄的 并引导学生进一步讨论思考 影片在拍摄时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引导学生说 大概哪一些素材是比较适合拍摄 那当然拍摄的时候有很多伦理问题要注重 其实我是拿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 Dispatch这个案例 就是他们是专门拍小朋友的难民 然后这个就有一些需要考量的点 第一个他们都是小朋友 那有的已经失去父母亲了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 那这些小朋友被叫去 有一点像是演的 因为毕竟360的东西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在自然的状况下我们去拍摄 那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演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这些小孩子其实他情绪都还不稳定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这个小孩子再去演这一段 或者是再回到那些让他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是要考量的 就是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反而说眼见不一定违平 因为现在的剪辑技术以及各类型的科技的发展 我们是可以把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就这样呈现在眼前 所以说我们现在呈现的东西也并不是一个中立客观 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自己的主观的想法 就把我们个人的意见个人的色彩去把它融入在传播媒体当中 反而就是让大家去就是去让大家觉得说 我给大家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就是反而会让大家缺少那种发现真相的那种伦理道德 因为其实刚刚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教我们注意说 他的摄影机摆放位置 所以我想我可能之后在看的时候就会去关注说 他这个会不会是后置的很严重 就是并不像他刚刚一开始拍摄的 就是完全是真实的 他有可能是后置很多东西上去 所以我们就不能确定他想要呈现给我们的到底是真相 还是他认为的真相 那今天透过几个案例呢 就是希望让同学知道媒体素养是很重要的 要同时知道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然后也要知道说媒体的内容是怎么产出的 在政大传播学院老师与助教群的用心规划下 高中学子们透过这门媒体试读为课程的学习 了解到数位科技所引领的媒体发展 也深入思考有图有画面不一定有真相 必须深入了解媒体的产制过程 才能加强提升自我的媒体素养与判断能力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